这个人自称赛天一,说他的棋比王天一还高,还厉害 王铁锤就用毒辣的几近中兵好好地教训了一下他 我们来看这把精彩对局,杀得真是非常精彩 刚头炮,马来跳,上马,出狙,出狙 这个赛天一认为自己是顶级高手,就非常自信 来了一个去头平步马 你红旗轻打个兵,人家都不怕 那红旗不客气,要给你对杀,选择兵器进一 毒气进一,挥局过河 这些平炮要对,除了这招平炮 还有走的最多的就是左马盘河 平局压入,退炮 那走到这,红旗的招也很多 马八进七,炮八平六,甚至还有走马八进九的 红旗就选择最杀最激烈 最猛的极进中兵,兵无尽一 黑旗不是,红旗继续冲 黑旗打一下,红旗躲开 黑旗冲足 红旗上马,黑旗再冲 红旗再跳 走到这 是一个布局的分水岭,黑旗呢,一个是聚八进八 一个是马三退四,歇将马 实战点下二路居 准备过来压马 走到这,红旗最常见的下法是走马八进七 也有走炮五退一的 在这里都没走,红旗就把马踩了 这是一个布局骗招 这招旗走,这个赛天一啊,他就笑了 像我这样的大高手,你还走这种小骗招来哄我 我会上你当吗 黑旗如果说上当的下法呀,就是平局过来捉 这样的就上当了 红旗就可以冲 黑旗把炮一吃 那红旗就可以气马 黑旗把马一吃 红旗平局叫杀 黑旗只能飞向 红旗再一进去 那这个旗演变下去啊 这个黑旗难以抵挡红旗这种攻杀 可以说是三两步走几步啊 就要垮了 那人家既然是大高手 一眼也就看穿了 所以说呢 他不过来平局,他选择一手平族 平族也是对这 这手棋最有力的一个反击 以前呢还有人走过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这个棋 黑旗呢就属于一个下风求和 平族是最最正确 最杀最激烈的一个选择 红旗肯定是要打一将 哎 这个时候啊,赛天一他走出一步软手 他选择直接交换了 直接交换 那这就不好了 他应该啊,先补一手向 这样呢,继续保留着 打你底向的这个 威胁 而且呢,还有平局 红旗呢,他肯定是要补一手 这个时候啊,黑旗再给他踩掉 红旗吃掉以后,他就有过来 先旗后取的手段 这样可以多补一手向 往下的演变呢,就是由于他直接踩 少补这一手向 造成这个中路空虚 被这个红旗啊,揪住不放 红旗把马一吃 黑旗平局过来 那再来看,好像也是一个先旗后取 这马炮必丢一个 红旗平炮 以后准备下底来攻杀了 黑旗 打过来 红旗先平兵 先平兵 这是一个好的次序 平完兵之后 就可以下底炮 叫杀,杀士 这是先手沉底炮 而且呢 等你高居捉马的时候呢 我这个兵啊 以后可以来掩护 红旗呢,先下底 要一步杀 黑旗 把族逃开的同时呢 护住中路 那红旗冲兵 红旗冲兵 保住了这个马 你要是用试吃 那这个杀士一将 兜底一将 这个黑旗 他难以抵挡 所以说呢 他不敢试 就选择先把这个鞠 亮出来 那红旗 割中 割中之后 你要是平鞠过来捉炮 红旗啊 红旗啊 就有一个冲兵 现在是个双杀 进兵是杀 吃士是杀 所以说呢 你吃炮吃兵 哪个你都来不及 那黑旗呢 他就 平均站住内 吃住你的兵 防止你往下冲 而且呢 有一个杀士 一个反杀 那这时候啊 黄铁水给他来狠招了 一不做 二不休 来了一个气局砍炮 先把这个杀解了 哎呀只能吃 吃完之后 把族一吃 套中式是一个绝杀 那就是因为少捕这一手像 造成这个中路空虚 被红旗啊 在这里 连连追杀 可以 退居 护住 那瓶内 又叫杀 可以只能 这个像 那他把像一吃 下一招 麻菜中式 锯砍底式 他就赶快过来捉炮 那红旗 拱一将 可以只能用锯 吃掉 你要是用马踩 他把炮一吃 你这个马呢 逃不开 你中路空 你逃不开 哎 红旗呢还不吃他 鞠也不吃你的 那现在杀式是杀 黑旗也只能吃这个炮 这样呢 造成了一个低头鞠 红旗 再一甩鞠脆杀 黑旗没招了 只能杀向来一将 红旗给他飞掉 飞旗 再平炮一将 那红旗 值一手试 那以后 不管你炮平哪里 或者补个像 那人家的近敌鞠 一将 就是一个绝杀 到这儿 这个赛天一 也只好摇头苦笑 头子任父